疫情過後出國旅遊人數倍增 但行李箱長時間沒有使用它 不小心碰撞到直接碎裂破一個大洞 下飛機看到行李箱瞬間傻眼 外殼幾乎全毀破大洞 露出內衝 連提拔也斷裂 幸好裡頭的東西沒噴飛出來 我們到那個櫃台之後 他就看到我們的行李箱 他也是很震驚 就說天啊 這損傷太嚴重了吧 然後他就說那我們幫你做一個登記 還好等了半個小時 航空公司賠償新的行李箱 不過近期不少人一落地 就發現行李箱損壞 大部分是因為行李箱在家裡放置了 兩三年行李箱脆化造成的原因 如果要檢查的話 可以把你的行李箱拿到人行 到上面走個五到十分鐘 就可以快速檢查出來 除了長時間沒有使用行李箱外 當行李箱自動輸送系統時 可能被人丟拋過去 也曾多次被人拍下地勤搬運過程 使用摔的部分旅客行李箱因此遭殃 根據航空公司內部員工經驗的推算 大機型一次可載300到550件行李 約兩到三個航班才會發生一件行李損壞 其實拿到行李第一時間就先檢查有狀況 馬上找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是直接拿出十幾咖新的行李箱 那你去挑選直接換一咖新的給你 你有遇過你直接寫一個你當初購買的金額 航空公司在日後匯款 另外銘裝注意吸引箱外殼毀損 旅遊不變險不會理賠 心理損失只會針對內容物損壞的部分進行賠償 專家建議出發前要自保 向包膜貼上易碎的貼紙 最重要的是搭機脫運前要拍照錄影存證 事後有狀況才能求場有據 TBS新聞叫和王思淳新貝採訪報導